许多人做梦也没想到 把五花肉放进锅中蒸一蒸 如果竟然能变成一道非常下饭的硬菜 大家好,我是博二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有条件的一定要选择 供五花 那样口感才更加好吃 然后再准备小葱段 切好的姜片 香叶和山楂片 锅中加水然后加入葱段 切好的姜片加进来 盖上蒸笼 接着把五花肉放进蒸笼中 盖上盖子 大火给它烧开 烧开以后再蒸上2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把盖子打开 接着用夹子把五花肉 加到案板上 晾一下温度 然后把五花肉给它翻个面 让皮朝上 找一个牙签给它扎一下小孔 方便入味 一定要多扎一些入味 更加均匀 然后在猪皮上倒入老抽 适当地多倒一些 接着用手给它涂抹一下 把猪皮上都均匀地涂上凹抽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把铜膜好老抽的五花肉 猪皮向下放入油锅中间一下 一定要盖上盖子 防水油飞腺到脸上 大约掀上三到五分钟 一定要用小火煎 盛制造猪皮微微的焦黄 像这个样子 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 接着放到案板上 切成厚度半公分左右的片 切得大一些 湿起来 还更加的过瘾 最后切成这种大一点的肉片片 就可以了 切好的肉片 我们给它放入到一个砂锅 或者一个自解锅中炖一下 然后加入生抽 再来上少许的老抽酱油 加入一把葱段 加入姜片 香叶和山楂干 抱上一罐快过期的啤酒 这罐啤酒大约是500毫升 正好能淹没猪肉 如果不够淹没 可以加入小许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给它烧开 烧开以后 等红小火 再给它炖烧2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把盖子打开 拌火给它收一下汤汁 最后收到汤汁 粘稠肉片均匀上色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给它装入到盘中 这时候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 颜色也非常红润漂亮 再撒入一把香菜 做点缀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大刀五花肉就做好了 用我分享的这个做法 做出的五花肉 颜色非常的透亮 口感软糯 肥而不腻 如果你喜欢这道美食 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想吃什么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